今天歡迎收看蔡亞哥調查局 Let's Go Search 這次調查評論我蠻喜歡的 蠻想知道的 這次算是我們調查問卷收集最多筆的一次 有多少筆 我們總共收集了六萬多筆 還是因為這個本來就是大家比較有興趣的 貼近我們生活 貼近生活 我們這次調查的就是 2021年 你最常去跟最不常去的飲料店 手搖引 我們講的算是蠻含蓄的喔 要是你最喜歡跟最討厭的 最常去或最常去是一個物理現象 就你最喜歡的嘛 貼有可能在家裡付近啊 他不得不去 也是有道理 你們藏商XXX 跟他交到廣告我們 不要什麼網路調查票 他有選最人氣第一名的飲料店 他們自己發信用稿 不要給我拿去 對不要給我拿去發信用稿喔 然後最不常去不要打人喔 等一下 你最常去哪一間 我最常去 去 這還要思考 腳鋪啊 這還要思考 很壞耶 關妳有沒有 妳就北港運上來 我最常去就是腳鋪 等一下 自己弟弟在開 這還要思考嗎 那你最喜歡哪一間 我最常去是可不可 可不可啊 可不可最近在那個大學生界很紅耶 我覺得他就是很簡單啦 菜單就很簡單 所以你怎麼點 就會去點那幾樣 然後又難評價了 我過世教外送也很愛叫 但我也不懂 這樣每次都在叫哪一間很可愛 那你怎麼知道 打槍 接下來公布啦 好不好 第五名 米夏 米克夏 欸這個票數再加一次淡水四圓 煩死了 影片下最有名 它裡面就是奶 牛奶 其實我之前我會去買它的那個鮮奶 它有一瓶一瓶在賣 然後就是買它的鮮奶自己回來 回來挑 米克夏第五名喔 為什麼 因為它奶類真的不錯 對啊奶類 喜歡的都是他覺得它的奶類不錯 它有個大麥菊的名字我覺得蠻好喝的 就如果你不喝奶的話 大麥菊的名字喔 沒喝過 所以我沒錢的時候可以買 因為奶類比較貴 它真的蠻貴 欸現在一杯也跳到七八十塊 我都可以買一瓶了 我都買一瓶鮮奶喝的好了 我就買一瓶鮮奶喝的好了 好來公布第四名了 台灣人2020最常買的 第四名 蛤 蛤 不排除就是有員工 還是廠商自己來灌票 哈哈哈哈 我本來覺得馬骨的知名度 沒那麼高 我以為 對啊 我以為它可能比較小眾一點 請問一下理由 要喝得到水果 要喝得到水果 哈哈哈哈 馬骨跟腳部其實有點像 有點像 馬骨很潮欸 很新欸 他其實要排很久 我買個兩三次 我每一次都排很久 我覺得我們這種統計是有個迷思 最喜歡喝什麼 我就不寫清新50人 吵 我就不寫 很難說 搞不好50人是前三名了 你最喜歡看YouTuber 我就不講蔡阿嘎這群人 不潮 或者講一下訂閱比較低的 比較潮 有理有理 小眾啦小眾 好來進入前三名了 各位 打敗馬骨跟迷克夏的第三名 來 清新進來了 沒有 因為我覺得它以量取勝 你家醬頭一定會有一家清新 其實到現在我還是蠻常買清新的 吃完很油膩的東西 就想吃來杯清新 對 好像在路上開車看到清新還買一下 買一下好了 買一下好了 這三家拍起來 嗯 清新 就想喝個茶而已 不要這樣我會不會 我跟他介紹任何新的飲料店 然後跟他介紹完一番 綠茶 綠茶 對 綠茶好像我再喝其他的 大家先喝綠茶跟紅茶 好 聽講 那清新的理由是 他說多多綠跟烏龍綠都很好了 而且距離真的很近 對 經典啦 多多綠烏龍綠經典啦 對 那他綠茶怎麼樣 綠茶我會比較喜歡烏龍綠 綠茶比起來色一點 烏龍綠 微糖微冰角 內行人喝法 來 前兩名了 不不不不 打敗清新喔 是不是五十藍呢 可不可 這個票數有點高喔 他的店的裝潢就厲害了 看起來就很厲害了 而且他們的行銷做得很好 他之前有跟寶可夢 現在又跟DK 現在都很流行 一定要聯名 聯名 但以前我還沒看過可不可 所以我經過我也是沒有包店 像中藥行 對 沒錯 像內藥材的 對 近期最紅了 紅茶好喝 紅茶好喝 你這樣看 以前都沒有靠紅茶 打出幾度 這樣就喝到紅茶 我也喝過 我紅茶綠茶每一間都喝過 他有三款還四款 你喜歡就好 你年紀大了 我喝清新了 第一名 第一名 好想知道 我確定是五十藍 我也覺得是五十藍 因為他的電數也是蠻多 而且又九 然後到現在品質都還不錯 來喔 公布一下 第一名是 眾望所歸是五十藍 這麼跳速的嚇死人啊 難怪我們之前要去拍五十藍的創始店 然後說 喔沒有我不用停銷 沒關係 他幫我還停銷了太多 那我不能不說 每次就是在國外待很久 然後準備要坐上飛機那一剎那時候 會想來一杯五十藍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想回來的時候 想喝五十藍嗎 對 這就是 我是清新派的 真的喔 對因為比起來 清新的茶味還不重 五十藍綠茶 我跟你講 五十藍綠茶 五十藍綠色一點 但他的奶茶這種 所以這兩家喝綠茶 我適合新鮮的 我是這五家最喜歡的 你的腳步沒有上榜 電數太少 電數太少 就連我想買 我都不知道去哪買 可能有說什麼 就是到處都有 然後CP值高 以前我們覺得五十藍很貴 現在比起很多新的 對 以前家裡沒有五十藍的時候 我們就要上來台 我帶幫你五十藍 怎麼臉啊 蔡丹丹是怎麼臉的 我不知道沒有五十藍 前五名公司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十字名歸 十字名歸 再來我們要公布這個 我們 2020年台灣的朋友 最不常去的飲料店 對 這個請公參考 不要太在意 不要再打人 不要太在意 這是網友的意見 不是我們 不凱是有種 有可能 喜歡不喜歡都很極端 對不對 這個名單我連猜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猜 我可以猜一間 好 茶的魔手 可是我其實我男生都會喝茶的魔手 我在茶的魔手工作 打工了兩年了是不是 好來第五名 最不常去的 第五名是 一方 可能十字名歸 上次是 上次 對啦 舔貢之後 一絕不正 會舔貢的 因為已經倒很多欸 對 原本那一方都換成別的 對 都倒了 一方對啦 一方 阿五朋友的意見是 舔貢 舔貢了啦 對 舔貢 舔貢 舔貢五名喔 好嘞 第四名 所以不是啦 對 也是有 有人喜歡就有人不喜歡 有人不喜歡 那我想知道理由 欸越來越難喝 然後太常喝有點膩 喔 太常喝有點膩 人類真的是傲嬌欸 因為他很久了 他太久了 可能以前都很長啊 現在不喝了啦 所以現在最不常去的 喔 他也是在綁內喔 票數也是三千 票四千多票 他也是難高的 很高喔 記錄前三名囉 茶魔 我沒有猜到 前三名茶魔 茶魔 我以為他第一名欸 沒有 他就很奇怪 大家會覺得他 雙手 我就不吵 沒有就是裝潢 他裝潢 但他沒有一個特色 因為他的茶品項太多對不對 對 問我推薦哪一個 我想 不知道 他也很久了啦 然後拍子啦 他以前他有在賣 那個烤麵包 然後烤吐司 他很忙欸 店員很忙欸 對啊 欸我要一個飲料 那邊有 我要去後面烤吐司 好累喔 小蝎的開 啊什麼都有 小蝎啊 不是啊 好來進入到前兩名 你有頭緒嗎 我真的完全沒有頭緒 七名的概念 清新會不會也有 也可能 也可能 來看第二名是 好意外喔 Coco欸 他也有參加到這一波 啊對 他後面有被這一波 他說他剛才綠茶紅茶是蠻色的 哈哈哈哈 那你為什麼都會去買 因為近啊 因為附近很近 他蠻愛買的 我以為他愛買的 沒有但是他的紅茶我都全躺 哈哈 太色了 太色了 網友的原因是 也是舔空 然後又很甜 那茶膜咧 茶膜甜到要人民 茶膜也是很甜 對對對 來了第一名 是舔空第一名嗎 不知道 好好奇喔 第一名是 欸 哈哈哈哈 清新服全你各位啊 大學生喝清新會不會笑 蛤為什麼 很慫是不是 太不吵了 大學生就是要喝可不可 然後你問 我們這種三四十歲五六十歲那種年紀的 嗯 你清新啊 喝茶有濃郁啊 哈哈 而且以前我們那時候在北港打工飲料店 大家都認識 然後就有那種做工的時候 清新真的是很 喔清新 對 因為以前它是那種保麗龍碑 很保溫 對很保溫 然後做工所有的每天都一定一袋一袋一袋 一袋一袋一袋 一袋一袋 而且我們南部現在還是用保麗龍碑 真的嗎 還是有保麗龍碑 還是有 還是看得到 還是看得到 雖然不好雖然不好 對 那還是有 理由是什麼 欸保麗龍碑不環保 而且冰塊太多 啊對 對 就叫你為冰了嘛 我們還是去 他就看這次是佛那些 工作的 因為他可能做一種還是冰的 那你冰塊多才好 我都喝結冰水了 怎麼會覺得你輕輕 冰很多 我就是被冰 直接冰水的概念 所以這算是有一點四代的差異 他有特色吧 他的特色就是 他的特色是冰多 對 可是他的特色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對對對 年輕人就會覺得可不可比較吵 對對對 以上 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統計 伊斯蘭你們輕輕雙雙上榜 兩個都雙雙上榜 表示他還是有人在在意我 知名度很高 知名度很高 知名度是高的 因為我們是全台灣的問卷 對 所以他如果店沒有在全台灣 就很難 比較難進 很難 就一些藝人朋友開的店 可能南部就沒有 對 就衝不上來 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舔共 那就沒辦法開 對 這真的回不來 畢竟都是兩三年前的事了 當然真的也回不來 對 台灣人記憶力沒有那麼差 好不好 可不來 以上就是我們今年度的全台灣最喜歡 最不喜歡的飲料店大調查 前五名 我覺得好像每兩三年可以做一次 每一年我都想知道 因為我真的都想知道 因為飲料店市場很快 很快很快 可不可 真的串起來 超快 馬骨也是 馬骨也是 馬骨也是新的 那如果對這些飲料店 還是你有心目中最喜歡最不喜歡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推薦一下 沒錯 然後你再去喝綠茶 我跟各位講 真的每一家新店 新開飲料店先喝什麼 不要喝湯的什麼招牌 綠茶就好了 綠茶 不用試個就是綠茶 我們下次來一個你心目中綠茶排湯堡 可以 我就幫大家排一下 好了 再來到調查局 我們下次見 然後這個北港的這個腳步 給大家多支持一下 下一個北港的喔 要去北港要喝喔 北港的其他分店不幹我們的事喔 沒有腳步的其他分店不幹 不幹我們的事喔 假如其他分店賺錢 我們不幹我們的事啊 北港喔 李伯迪迪的店可以支持一下 可以下面跟我們留言討論喔 再來到調查局 我們下次見 掰掰